若望福音 第十九章 那时 比拉多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了 然后兵士们用荆棘编了个瓷关 放在他头上 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 来到他跟前说 呵呵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并给他耳光 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们说 看 我给你们领出他来 为叫你们知道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 于是耶稣带着瓷关 披着紫红袍出来了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看 这个人 司机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说 定在十字架上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把他带去 定在十字架上吧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 犹太人答复他说 我们有法律 按法律他应该死 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 比拉多听了这话 越发害怕 所以又进了总督府 对耶稣说 你到底是哪里的 耶稣却没有回答他 于是比拉多对他说 你对我也不说话吗 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定你在十字架上吗 耶稣答说 若不是由上次给你 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 为此 把我交付给你的人 负罪更大 从此 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 犹太人却喊说 你如果释放这人 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 因为凡自重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 比拉多一听这话 就把耶稣领出来 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 西伯来话叫加巴达的地方 坐在审判座位上 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 约末第六时辰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你们的君王 他们就喊叫说 除掉除掉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对他们说 要我把你们的君王 定在十字架上吗 司机长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君王 于是 比拉多把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死 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 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 西伯来话叫哥尔哥达 他们就在那里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耶稣在中间 比拉多写了个牌子 放在十字架上端 写的是 纳扎类人耶稣 犹太人的君王 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 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离城很近 字是用西伯来 罗马和希腊文写的 于是犹太人的司机长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 该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君王 比拉多答复说 我写了 就写了 兵士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后 拿了他的衣服 分成四份 每人一份 又拿了长衣 因那长衣是无缝的 由上到下浑然之成 所以他们彼此说 我们不要把它撕开 我们制骰 看是谁的 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 为我的长衣 他们粘糾 士兵果然这样做了 在耶稣的十字架旁 站着他的母亲 和他母亲的姊妹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 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雷纳 耶稣看见母亲 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 看 你的儿子 然后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 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此后 耶稣因知道 一切事都完成了 为应验经上的话 所以说 我渴 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 放在那里 有人便将海绵 浸满了醋 绑在长枪上 送到他的口边 耶稣一尝了那醋 便说 完成了 就低下头 交付了灵魂 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 免得安息日内 那安息日 原是个大节日 失手留在十字架上 就来请求比拉多 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兵士岁前来 把第一个人的 并与耶稣 同定在十字架上的 第二个人的腿 打断了 可是 即至来到耶稣跟前 看见他已经死了 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但是 有一个兵士 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 立时流出了血和水 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 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并且 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为教你们也相信 这些事发生 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 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 经上另有一句说 他们要瞻忘 他们所刺透的 这些事以后 阿里马特亚人 弱瑟 他因怕犹太人 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 来求比拉多 为领取耶稣的遗体 比拉多允许了 于是他来把耶稣的遗体 领去了 那以前 夜间来见耶稣的 尼科德摩也来了 带着墨药及尘香调和的香料 约有一百斤 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 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 用炼布和香料 把它裹好 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在那园子里 有一座新坟墓 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坟墓又近 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 在那里安葬了耶稣的遗体 监制 用炼 划